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 周瑜是从什么地方去了解曹操 那通常在研究赤壁之战这个问题上面 好 问题上面 周瑜怎么了解曹操的 因为很少人提出来 就是周瑜跟孙权讲的一段话 他是讲破曹毕业 为什么 他可以精准地算出曹操部队的很多的缺点 为什么 就是说一般人去看周瑜 孙权把周瑜给召回来 谈如何破曹大计的时候 周瑜的话讲得非常非常的重 他是说不必要向曹操称臣 第二个可以打败曹操 然后第三个各位注意一下 他把长江的天气讲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他是远来必然一击 他也讲得清清楚楚 那换句话说周瑜平的那是什么 就是说一般历史学界不去研究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有两个答案 一个答案 各位知道是曹操运气不好 他是碰到千百年来唯一的论十二月 换句话说论十二月的存在 就可以证明长江会有两个大寒 就是周瑜已经算到了 叫做论十二月 论月论十二月 因为中国古代的历法 包含现在也一样 就是农民利益上面 我们每隔四年都有一个论年 论年或者论月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就是说曹操刚刚好 在建安十三年 他所碰到的 就是千年余裕的叫做什么 论十二月 论十二月各位想想看 论十二月 依照中国的立法上面 你来推估的话 各位可以想见 他会有两个大寒 不是一个大寒 是两个大寒 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 论十二月 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究竟出现几次 就是他偏偏碰到论十二月 这也就是说周瑜 他比诸葛亮比刘备还要了解 曹操的地方 周瑜之所以了解曹操 跟作战的地形地物地貌地势 都有关系 我们叫做四地 就是周瑜对于长江流域战场的了解 是超过了当时代的人 也超过了诸葛亮跟刘备 他们对于长江地形的认知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一个现象 那周瑜可以说 由于他长期在长江周边 进行军事活动 所以他了解到 长江天气气候 还有气温的变化 这个就是促成了 周瑜他为什么敢对抗曹操的原因所在 那当然 现在因为很多人 他们研究赤壁之战 他们往往就是按照现代的观念 那所谓现代的观念 也就是现代的年月日的观念 因为现在年月日的话 最多每隔四年 刚刚好2月29号 本来2月只有28号 每隔四年就有一个2月29号 对不对 我们只是去补这一天而已 但是就中国的农民力来讲 他会把每一年的润月 讲得清清楚楚 那当时候是以甘之忌日 所以我们去了解 就是说去看承受的三国制 很多都不能理解 他为什么会有大韩 他大韩真正的原因 刚刚好那一年是论12月 那曹操碰到 那对周瑜来讲 对周瑜来讲 他当然会运用 这个天后的状况 来制定他的作战计划 所以我们来看 周瑜对曹操的了解 就是说周瑜关注 周瑜非常关注曹操的用兵 周瑜关注曹操的用兵 是在余说 各位看 曹操他拿下相反以后 他清记三日三夜 然后直下江陵 把刘备击溃了以后 他直下江陵 他直下江陵以后 各位想想看 他经过两三个月的修整 经过两三个月的修整 然后从江陵发兵 从江陵发兵 按照道理 按照道理 曹操如果那个时候 经过修整 他应该优先 运用优势兵力去抢占 长江南岸 但是曹操没做这个动作 反而被周瑜看出来了 所以周瑜是沿着 长江南岸进行部署 当曹操是也想 往长江南岸走的时候 他碰的是什么 东吴的部队 而不是刘备的部队 那个时候刘备的部队 是在北岸 那换句话说 周瑜就希望 以刘备军队 去吸引曹操的注意 就是曹操那个时候 他想打这场赤壁之战 他不是想要消灭东吴 他是想趁这个战役 是把东吴打败 逼令东吴举国称藩 然后顺便消灭刘备 所以他的战略首要目标 不是消灭东吴 他战略首要目标 是打击刘备 然后第二个目标 叫东吴举国称藩 只要你降服于我 一切都好谈 然后第三个 他想统一 真正统一荆州 那荆州统一 各位去看看 如果曹操真要打东吴的话 他应该要派 扬州刺死 或者相关的幕僚人员 接收江东六郡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我们反而看 曹操是派了荆州刺死 他也派了焦州刺死 那荆州焦州 各位只要去看看 荆州焦州刚刚好连成一气 所以他派张晶 担任了焦州刺死 他派 他应该也派了荆州刺死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曹操 他主要的目的 是要消灭刘备 然后收编 东吴 那这个是曹操寻军作战的目的 那周瑜呢 他也了解到 曹操的这一套战略构想 所以他命令刘备在北岸 北岸他主要是吸引曹军 那他自己在南岸活动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周瑜就知道曹操的用兵之策 那他逼得曹操 从江陵到八丘 再从八丘到赤壁 就是乌陵再到赤壁 他是在赤壁之战 赤壁一战以后 他退到乌陵 退到乌陵就是火烧战船 那换句话说 赤壁是遭遇战 真正主力战是在乌陵 那乌陵惨败以后 曹操从华龙道撤退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周瑜他是运用情报 去掌握住了曹操的行军路线 所以呢 他才可以在这边处处设防 那处处设防 他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说他要吸引曹操的部队 进入他的战场 各位不要小看战场两个字 那现在军事学上面 他对于战场经营 他提了三个论定 一定要叫敌军进入到我的战场 而不是我进入到敌军的战场 这个是美军通常的打法 所谓的经营战场 就是说我选择的战场 我要让敌人也知道 你如何进入我的战场 那其次过去对于战场经营 他经常会有战争迷雾 所谓战争迷雾 就是因为情报资讯的不灵 他不能够了解到 你的行军部署 哪一天会到达哪一个地方 那现在呢 这个透过现代的科技 已经可以解决战争迷雾的问题 那现在的战场经营 叫后方指挥前方 为什么叫后方指挥前方 这边我举两个例子 美国进军伊拉克 进军伊拉克在巴格达的外围 在巴格达的外围 跟伊拉克的麦地纳斯 麦地纳斯是一个装甲师 他们在那边进行装甲作战的时候 美国在中央司令部 他就通知了前线的将领什么事 他说你要注意 你右后方有一个战车分队 向你奔驰过来 所以呢 你赶快从那个地方撤离 然后交由所谓的 APA器攻击机 来解决你右后方的威胁 这个现在的后方指挥前方 也是一种战场经营的模式 那第三个战场经营的模式 就是说在战场上面 所谓的直管通勤系统 T4ISR 那这一些连单兵都能掌握 所谓连单兵 因为你只要打开笔记心的电脑 你就可以看到很完整的兵力部署 连单兵都可以做到这种地步了 这个就叫一个战场经营 那现在在世界上战场经营 最好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就是美国 俄罗斯没有办法做到 中国也没办法做到 其他法国跟英国也没办法做到这个地步 只有美国他对于战场经营的理论方面的书籍 写了一大堆 你尤其是AI时代 未来的战场经营模式 或者无人化军队的战场经营模式 美国现在已经在开始研究 这一方面的战队思考的问题 那相对于其他国家 还没有步入到这一地步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周瑜就是因为掌握了曹操的情报 还有他的行军路线 他可以从容地部署他的战场 那第二个 各位来看 趁居取江夏 各位要知道 孙权三发皇族 孙策也攻打皇族 都没把江夏拿下来 那当然这个里面的因素很多 那最重要的因素是内部不灵 然而我们现在看 当孙权的兵力 进驻在俄州的时候 各位看看江夏的下方就在俄州 江夏的下方就俄州 俄州就是孙权曾经建都的地方 叫做武昌 跟现在的武汉三镇不一样 他就是趁机收复了江夏 那这是东吴第一次拿到了荆州的江夏军 东吴敢拿下江夏 他主要的也是经过刘备的默许 否则江夏应该是刘旗的领地 而不是东吴的领地 在研究赤壁之战的很多的著作当中 对于江夏这个地方 你何时被东吴拿下 似乎没有多少人研究 但是我们可以说赤壁之战 东吴顺势拿下了江夏 那虽然赤壁之战结束后 荆州豪杰重推刘旗为荆州赤死 而不是刘备 那这个时候不久 而刘旗就病死 那所以这个江夏的问题就没有人追究 因为江夏不是刘备的地盘 也不是孙权的地盘 而是刘旗的地盘 所以呢 周渝发动赤壁之战的主要目的 他必须要把长江沿岸的几个郡 统统拿下来 他先拿的是江夏军 但是南洋军 但是南洋军跟南军的北方 是被曹操占领 那这个就形成了耳后 为什么 周渝要攻打江陵的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看他 城居拿江夏 拿江夏对东吴太重要了 我们可以看从财商 一路到 二州 从二州到江夏 从江夏到沙县 从沙县 就是我讲的 就是从沙县到赤壁 乌林 然后到江陵 这一条连线 是过去东吴没有占领过的长江连线 那这一次呢 周渝就趁着发动赤壁之战 去把长江沿线完全打通 除了打通以外 他甚至于打到了峡口 峡口就是紫龟 那从这一系列的看了出来 周渝是想沉这一场战争 去打通长江水路 这一点是过去研究赤壁之战的人 你很少提到的 然后第三个我们来看 乌林战役 就是我讲 火烧赤壁完 紧接着是乌林战役 那乌林战役刚刚好不利 曹操所谓的不利 除了水上兵力的不利以外 他陆上的兵力 因为在沼泽地区作战 曹操很少有这方面的经验 他在沼泽地区的作战 也打不过刘备 为什么 在沼泽地区 那你想要动用骑兵部队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只有动用陆军 当你动用地面部队 就是步兵的时候 各位想想看 曹操的部队对于这一块战场 他是非常的不熟悉 所以他也被刘备打败 那从水上跟陆上 他两败以后 那曹操只有灰溜溜地跑回了什么地方 他跑回了江陵 然后再把江陵丢给了曹人 他就回北方去了 这个时候曹操他的前锋部队 虽然受到很大的损害 但是他的主战部队却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 我们一般来讲 一般真正懂得军事的 你要了解一个理论 当我前锋部队我消耗光了 我后面还有战略预备部队 我这个战略预备部队 我还是可以顶住敌人的攻击 那这个是在一个野战的状况之下 它可能会反复的发生 但是就防守方你来讲 如果阵地被突破 被割裂的话 你是没有反击战力 当你没有反击战力的时候 这个时候最高指挥官就必须要动用 所谓的战略预备部兵力 投入到战场成为一个打击部队 但是曹操 各位仔细去看 当他的前锋部队都完完全全吃败仗的时候 他的打击部队放在哪边 他是放在江陵 那换句话说 曹操在赤壁乌龄战后 他就知道 我可能没有办法经营长江下游的地方 连中游都不可能的时候 那他当然就会依托襄阳帆城 然后一路到 就是我讲的 就是襄阳到江陵到怡陵 这三角地带 那这三角地带刚刚好是卡住 东吴向上要到巴蜀的航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曹操虽然在赤壁跟乌龄战域战败以后 他还是依托这三角地带 对东吴进行顽强的抵抗 那这顽强的抵抗 时间长达一年两个多月 从这个时间长达一年两个多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曹操总算认清了 荆州跟长江水道之间的关系 否则他就不必顾守这三个地方 当然最终 荆州的江陵被周瑜攻下 当然也不是周瑜攻下 而是说 当怡陵被攻下的时候 江陵就变成突出在长江北岸的一座孤城 当他成为一座孤城的时候 已经没有守的必要 如果怡陵能守 江陵能守 还有襄阳能守 他会依托这个三角地带 对于东吴发动一次反击 但是周瑜再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周瑜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的真正关键 是周瑜他拿下怡陵之后 使江北成为一座孤城 当这一座孤城 已经没有防守价值的时候 曹操只好收缩兵力 往襄阳北部去发展 这也就是说 孙权为什么他要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